感觉在披荆斩棘的哥哥成团和快乐大本营停播之后 综艺市场就陷入了小程度的低迷 目前在播综艺中热度最高的是额唱的导演秦指教 一当吵架会比正片好看的节目 其次就是梧桐导演的青春环游记三 热度和差评齐飞 有意思的是 接下来第三名不是国民综艺奔跑吧 而是小破绽的五千年 这类文化真人秀能在众多娱乐综艺里闯出来拿到季军 足见现在观众对于这方面题材的需求 在这档以舞蹈为主线的节目开播之后 另外一档以渲扬冬奥会精神为信念的《冬梦之约2》也开始录制了 9月之前第一季就播出过 模式跟五千年是一样的 邀请圈内的正能量艺人来体验冬奥会项目 拍摄下画面加上老师习心讲解 将其中知识传达给屏幕前的观众 当红小生配上国风题材无疑是正确的决策 手机光是短评就有1331条 对于以宣传为目的的栏目作而言 已经算是出圈了 在这个策划得到流量之后 第二季继续邀请上一集出席过的艺人 其中蔡徐坤就再度来到了自己的节目 在路透视频里站在场地里公邀往下推推 网友调侃跟隔壁张继科一样都是场馆打工人 张继科还要负责撒税 目前他俩的剧透只有这一点 正是项目场面方面 最新仿出剧透的是利鲁修 他是今年选秀界的最大bug 被聘上岛自己不想出道 但网友表示我希望看见你唱跳 在结束节目之后还开启了全国散布路演 不管做什么都是喜剧人了 在场馆里打球的路透照爆出 大家纷纷表示期待 有回归的有新加入的 那就有缺席这一集录制的 张一星目前没有出现在录制现场 节目相关词条在五月差不多就停止更新了 从动态来看是在认真排练自己的新作品了 另一位常驻人员肖战的去留倒是没有那么明晰了 早前在你一定邀请飞行嘉宾名单中就有他的名字 且他的节目相关词条现在还在使用当中 虽然没在近期录制画面中出现 但保不齐之后会出席节目 毕竟上一期节目就能凭借运动造型出圈 这个热度对节目而言是有效宣传 那么就一起等待独猛之约整篇上线吧